很強啊現在 豬神他們對昨天表現很好 4比1 別鬥了 所以我們4比1 他們隊怎麼進了個趙雲跟龍妹啊 打腿啊 昨天零時拉的吧 秦叔以前是打1的 現在秦叔去打3啊 不是零時拉的 他們好像就是改腿 巴拉森都放出來了 好從現在開始刷支付寶的都封了啊 方管 我們這個直播間好吧 封起來 我們有組織有紀律 該封就得封 還有那種惡意噴主播 噴其他主播的 在我直播間惡意噴其他主播的 直接封好吧 不管是誰 噴任何主播的 然後有人惡意噴我的 對吧 防管可以 反噴他一局 然後再把他送 對不對 呵呵呵呵 九神群裡的都應該都給你轉了 你輸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飛聯100 熊骨酒200 我五百元已經準備好了 九神 可以可以收 感謝九神 欸他們是不是換邊了 九神啊 沒錯 這次呢 呃 看劍哥他們的陣容是 僵尸 莉娜 小魚 然後玩少女 選了一個比較簡單的陣容 白牛VS加大魚 這個陣容就是打點爆發小範圍 特別厲害 然後對面這個陣容應該是 打真地戰加發育 幹可一般 沒什麼好先手 可能會再拿一手腐王吧 腐王帶殭屍 好像 不太好 殭屍這個英雄最好別打獵丹 我覺得最好別打獵丹 看陣容 大部分的陣容殭屍打獵丹都會吃虧的 你看我才下的規定 我之後看到有人 在噴人了 我帶個頭把它給封了 剛好看到有人罵楊凱傻叉 找不到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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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直播間有彈幕刷 代表俄斯大腿 給他一個防管吧 給他一個防管嗎 給他一個防管嗎 給你一個防管嗎 給你一個防管嗎 好不好 可以啊可以啊 你在裡面發個消息 我給你一個防管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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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怕 一 叫點扎門 看到了 呃 兩邊陣容全拿出來了 現在這個陣容 是一個軍團打野 然後 VS兼勝 大魚加 白牛 五個短手 四個進戰一個短手 然後這邊陣容呢 大骷髏 雅龍 醬油 火女 這樣的話他有一個毒龍加殭屍的體系 這個體系打團 有加分 九成是換邊了是吧 沒錯 裴力怎麼樣 裴力 裴力 隨時他們當槍了 呃 我看個一分鐘吧 等一分鐘再走 快 趙阿 中單見識 哦你還真在啊 我還奇怪呢 我還以為小凱上的是你的號 別鬥了 馬特 今天你們對我 一把都不會失 我都貼 嘿嘿嘿嘿可以可以可以 垂他媽的 怎麼讓我過來打醬油了嗎 你打三 打醬油可厲害 是的 有一盤我活女你爛 我現在還記得 啊 我 我也想起來了 對啊那把中路是誰來著 中路 中路 中路好像是誰的TS 楊凱的TS吧 我記得 我記得我 開物有了兩波 然後又遵律了 還把雞殺了 哦對面是那個 那個 惠文大寶寶 那個TS 他把我活女起飛了 反正我不管我還要壓冷門 你就是要壓冷門嗎 劍勝打毒龍 好凶啊 他沒法補兵啊 他直接評測了先生 壓冷門 這次我給你一個 讓你很開心的配率 好不好 下路三打二 應該是 骷髏王 骷髏王家活女應該是比較慘 踢中三個人也沒用 衣血產生 欸這一局 這一局 我不得不說 天灾這個憤怒還是蠻靈性的 他等一下白牛再衝中路 中路也要死 他健身賺了個瓶子出來了應該 看一下 沒錯 優勢路軍團EV2 壓力不大 天灾這一局的這個陣容是很容易打出前期優勢的 他這個陣容和分路 呃 你也想壓的話 有一個辦法可以壓 就是進我們群 但是進我們群條件比較嚴苛 你推 推薦的這個東西 玩的比較好就可以 這邊上路動手 走 或者你成為一個主播 成為一個大主播 成為一個大主播嗎 成為一個大主播嗎 大主播啊 我在 我在 中包的地台 平均人氣 9000 可以嗎 可以啊 這不是讓你壓了嗎 對不對 好 開裝 天災 呃 我想一下 這一次我們這個裝 賠率 哎呀 急死了 你 好急 我都覺得 一定要結束 跟上盤一樣 好吧 敬畏一賠0.4 天災一賠1.8 哇 九神你一段 一段分析結果是現賠率 毛不活 那你總要看下局勢了對不對 這局勢天災有贏面啊 救命一千 救命一千 救命一千收到 信我還在交學費 救命一千收到 嗯 到時候發個消息好吧 好 啊 救命我也撤了 我去那個訓練了 好 好嘞 好的好的 拜拜 拜拜 啊 我還以為九神 是吧 得比較誘人 比較誘人嗎 這賭羅馬就死了 怎麼誘人 看著 撤過了 4秒後 毒龍 不對 5秒後 5 4 3 2 1 好 天災一千 你壓多少 青鵬你壓天災一千 2 你 你穩一點吧 我勸你一下 他們都壓了金位 巴拉森還是厲害 走到哪啥子呢 確定嗎 你壓哪邊啊 我是裝啊 我壓不了 哦 哦 要不你開裝 讓我壓一次 有彈幕說毒龍我沒見贏過的 今天九天下巴我就撤你了 結果 是吧 可以可以可以是吧 你別聽我了 自作主張 好吧 那你少壓點嗎 壓一千嗎 窮鬼盾軍團 哎 動手 想抓大魚 小兵很多 一個踢踢到兩個人 也很關鍵 但是大骷髏不敢A 原力娜A了一下 沒死 大骷髏想了一下 決定 哎呦 魔棒吃了可以殺 VS啊 這大骷髏玩的不好啊 這個大骷髏是一個小口吧 怎麼打這麼穩啊 是太害怕巴拉森了嗎 補刀倒還是挺勇敢的 劍聖馬上 好 好 看下局勢 我壓天災 壓天災 我壓天災 好 那邊大魚人 幹死了大骷髏 大骷髏這盤對線打得不好 白牛有危險 白牛沒磨了 有個小殭屍在減速 還有下一個D 哎 D的CD有這麼慢嗎 加油 酷 絲 也是 也是 的 그걸 完全 他們 看一下中路 毒龙出了一个玄冥盾牌 能不能斩死 哎呦这个玄冥盾牌 我还反杀 毕竟看见哥 这一发玄冥盾牌 再使用一下他加了11.7的护甲 这个护甲 太关键了 太精致了 我跟你说这个选手打的真的好 我要组队我就找他组队 这个选手是我看起来的新人里面打的最好的 从大局观到细节 几乎是 呃 不能说良好了 已经可以说优秀了啊 下路白牛 继续动大骷髅的手 这大骷髅还在憋点筋 这波剑胜来了 剑胜一个转 丽娜也要死 看这边跟上丽娜 这个一个小口竟然成为了突破口 大鱼人下一个加速转转好 白牛有光环 开起来 游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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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踩 下路的丽娜跟大骷髅成为了一个突破口 反而是中路不太好打的独龙 稳稳地站住了线 诶 一个小口到底是大骷髅还是这个小鱼人啊 上一把是 骷髅骷髅 骷髅是吧 上一把敌法是骷髅对吧 对对对 这个一刻小口打无解肥确实挺厉害的 但是我不得不说的是 他的细节不是特别好 打了有点粗糙 哇 你看这边看见哥 真的凶相 这个选手真的凶相我跟你说 对不解被独龙了 这个独龙真的 他不是靠队友保出来的 也不是靠分路优势打出来的 他就是靠自己的操作打出來的這個優勢 強 可吹一波 然後在對內的地位也不是特別高 一個臭醬油的搶他前 然後買了主演 給他插 打NG都可以採訪一下 嗯 可以 其實上次我就想採訪他 但是他們隊長說他18歲有點腼腆 不想來激烙採訪 軍團是丟了一個 是沒有丟大 想決鬥 诶 這是可以直接決鬥的 哦 毒龍來了 毒龍也沒可能 軍團還是本座 晚安少女 這波又是VS跟白牛又想突破下路 但是這一波大骷髏是有大的 而且大骷髏身上10個魔棒 我們看看這波 點了個燈給大骷髏 準備先弄大骷髏 這個莉娜想反抗 直接幹莉娜 白牛很聰明 大骷髏 留了一角VS 莉娜踢到VS D到VS 但是白牛這個英雄就是這麼不講道理 想殺你就殺你 毒龍一發沒肯 上路形成一個三人小抱團推進 哎 我突然發現天災沒有LE 是啊 天災這個陣容就是小幹客比較厲害 打團比較弱 哎 清風 你最後是壓了還是沒壓 壓了 我給你差多信了 哇 靠你真是倔強啊 對呀 哎 就是微信群也比較爆炸感覺 什麼 熊谷酒這比壓了500 毒菇什麼 熊谷酒啊 熊谷酒壓了500壓了什麼 精衛 精衛 那我覺得精衛要贏啊 精衛贏面都出來了 天災幹客牆沒用的 我靠這個劍盛要出香味家夜叉嗎 哦 我說錯了 香味家點睛嗎 買了個加速手套 買了個加速手套 對 再提醒一下大家 熊我們這個直播間有這個直播間的規則 一旦被封了你就是永久封印 你要想找防管節很麻煩 大魚人反而先補出了點睛 點睛大魚 假腿軍團 相衛加速手套的劍盛 這個劍盛不知道他要出 漩渦還是出點睛 我覺得出漩渦比出點睛好一點 白牛的話馬上進入六級 他人生中最強勢的一段時間 就是剛到六 而且其實是一招 他一招 一招 也補了點睛是吧 中共軍團 中單建盛像位點睛挺蠢的 不過這一局 因為對面的陣容 不過這一局的話他補點睛是可以的 因为他不太好打进攻 这局对面的阵容太厚实了 大骷髅有虫生 僵尸有墓碑 对吧 毒龙还很肉 他强行出鼠星装带节奏 带不了什么节奏 所以他们虽然是个干客阵容 但是别人推进你没办法 你这阵容拿的有一方面太强 另外一方面自然会比较弱 干客太强 所以自然打团能力就会比较弱 所以他决定出点睛发育 就连这个白牛都想出点睛 因为白白推掉下路一塔 中团快跳了 这个塔推掉 如果是他的话应该就跳了 下路这边B2塔 小人跳 哦小游人跳到第一波 毒龙救人很关键 换一手不让你踢 VS我不想自己死 我再跟你一起死 很稳 看剑哥 双杀 没肯之后 稳住局势 带团推进 然后再补点金 这个毒龙 从思路到细节都很满意 这边一个彩 剑胜直接斩死骷髅王 剑胜这一局 开启张位 有没有转 再一个转带走丽娜 非常稳健 军团的跳刀节奏是断了 身上回到1600 毒龙的点金马上就入手 这个毒龙没有更新假腿 我真的是给好评的 这个 呃 梅肯天鹰界转点金的思路 几乎是完美的 是这盘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出装 下路杀人的 下路杀人拿塔 我们sale一下 封这么多是因为有广告 有很多是广告 我们在直播间都封了一万多人 不在乎你这一个 所以大家发言要谨慎 再说一下我们的规则 不许在我的直播间喷其他主播 诶 没跳 就他没跳 嗯 现在感觉天鹰的翻翻点 就是这大约 嗯 很关键的一把跳 一千三 呃 我感觉天鹰的这种 就是小规模打 是啊 还是挺厉害的 小规模是厉害的 小规模特别厉害 大规模要等 要等剑胜的装备足够好 剑胜军团大鱼 如果都能拿到两个大剑 打他还行 因为这一局大骷髅其实打得不好 这个大骷髅 这局发挥很菜 所以 然后小鱼人的话 也经济也一般 也不是特别好 但是鸡妹这个阵容怎么说 就是打团就是比天灾厉害 装备一样的话就是比天灾厉害 他对这种前击很厉害 卸上也很厉害 但是感觉再拖一拖就 就不好说了 哎 金圣开了转 你说你说哪边厉害 拖一拖就不好说的 我感觉鸡妹拖一拖就不好说了 VP如果后期推不起来的话 就废了 不不不不不 这个VP我相信他废不了 有大骷髅跟僵尸的VP 废不了的你相信我 那我只能说一句 毕竟看见哥好吗 对啊 他这局打得这么好 他不可能这么轻易 让自己废掉的 而且他现在这个出装 要续航有续航 要刷前速度有刷前速度 要打架能力有打架能力 他不可能这么容易废的 而且打团 他们是阵容体系 他这个独龙就是好发挥 有一个骷髅王的重生 顶在那里 还有一个僵尸墓碑 对吧 他的独龙不容易死的 而且对面这个阵容 应该不会选择去集火独龙 独龙是最难杀的点 他是个远程 站位毕竟比较靠后 传奇什么时候开心服 你要冲排行 开心服会通知大家的 下周吧 我看天赛好好齐啊 他们可以开放物去把盾喝了 打断还是挺快的 赶紧补了个电击手 其实他们这个骷髅还没有大人肥 咦 充CP 暴击 可以的 骷髅王虽然没有大鱼人肥 但是 但是应该能刷起来 应该能刷起来 因为他 他关键是团战不去 哎 剑圣很灵性的出了一把引刀 骷髅王虽然没有大鱼人肥 有弹幕想问你啊 有弹幕想问你说 你觉得哪一个队伍对你们的威胁最大 你最近有观察过吗 我感觉PK队 还是PK队 对 老对手了 大学阳凯 对 和他们队黑 599 队黑了几年了 几年了 对 不队不队 几年了 纳达他们队今天被PK队2比0了 封进太频繁了 稍微放宽点 可以啊 其实其实你喷我都无所谓 你别进攻性的那种喷 调侃的喷都可以对吧 这种看起来就是想过来打架的这种 肯定把你疯了 又不能打你对吧 哎 这个特裁想要三个人想强打 看一下这波 剑圣 砍一刀斩出来 斩死一个僵尸 然后开转能不能走 哇 这个白牛虫相当完美 毒龙吃掉魔棒还是死了 最后再轮这个大骷髅 天灾这一波团战处理的特别好 没有针眼的情况下 这个引刀发挥了非常巨大的作用 骷髅王想反杀一个 确实反杀掉了一个 是的帮子插得有点晚 跟你去打盾了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盾脱掉 感觉天灾能脱 好吧 这波团战非常非常关键 其实这一个 嗯 谁薄起 我压了一百 压了一百 有可能 这一波天灾输就输在 十九分钟上高 这个行为 首先 他知道剑圣有引刀 他自己没睁眼 其次 十九分钟这个时间段 选择上高 不理智 说反了 敬畏啊 敬畏 九神在问艳青 你们为什么不老 老是不训练 没有吧 还行 练的不是特别多 但是 也练 我感觉我们队啊 嗯 就是 一起玩了好几年了 就是那种 不需要练 也可以 哎 这个大鱼人 有点卖队友的意思了 这剑圣本来不会死的 这个大鱼人强行 仗着自己有盾 赶上去挑踩 这边VS一个换 能不能救到大鱼 可以救到了 剑圣 四十秒 兵线并不好 这波打成一个一换二 还行吧 对于天才来说 可以接受 最多掉个中路二塔 剑圣复活了 射有大的 剑圣大没丢 但是这波好瞎啊 刚打回来一点点 对 刚打回来一点点 他们应该偏刷的 这波 这波大鱼人把盾给浪费掉 挺可惜的 毒龙捕了个力量腿 捕了一个食人魔之斧 血量来到1442 中路二塔 看敢不敢守吧 大骷髅的复活时间 还有29秒 其实现在是一个机会 如果还能打刚才那一波 那样的团战 是可以的 但是敬畏这次的站位很分散 很分散 我们看到 这边大鱼人又一脚跳踩 两个 还是第一目标僵尸 军团一个截斗 秒掉僵尸 VS换过来 直接自己死了 我们看一下剑圣的位置 剑圣呢 剑圣斩了 斩的是小鱼 没斩死 斩死了一个酱油丽娜 白牛再一发冲 回头冲大鱼 回头冲骷髅王 剑圣上来砍 砍了三刀 这个骷髅王居然没有锤剑圣 选择全锤白牛 金位的正面团还是厉害 剑圣开启转 打掉第一条命 还有 有的打 踩住这个大骷髅应该走不了 大骷髅没选择跳走 军团砍死大骷髅 这波打成一个三划二 天灾还是小转 这个天空能找到吗 我说灵性走位 灵性走位 看剑圣哥 我靠 强的不要不要的 他为什么不TP啊 他没磨TP 他没磨TP 这位置能看到 哎呦 刚夸了一下 完了 死了 TP还CD 买东西买东西 看剑圣哥还是 手速不错 买了个什么 买了个魔力法杖 想出一张 反正我记得我以前看 你们的那个比赛 就是你的独龙打了很多 嗯 什么比赛啊 是以前 好久之前的比赛 还行吧 我好像就 我独龙关键性 场次就出战过一场 因为那时候独龙太弱了 就丽娜现在已经有点 见光死的感觉了 丽娜打酱油 比较惨 丽娜我觉得最多打个 三号位打酱油 太容易死了 我只有在 我好像只有在 IEM的决赛中 使用了独龙 其他的场次 都没怎么用过这个英雄 用的比较少 那再早期 在ehome的那个时候 好像用过 那个时候 都打的是什么 四号位独龙 那定位太扭曲了 好 我们塞过一 让我第一身客栈是 那个刃甲先锋队一模 诶 路翻盘 打那个杨梅迪吧 那把其实 那把其实是碾压局 碾压局强行完成 一个破两路半翻盘 哎 当时台下观众 都好傻 真正能看懂比赛的人 实在太少了 你像现在都有 这么多弹幕 看不懂比赛 那个时候 台下观众 根本就看不懂 他们根本不知道 我们前期优势有多大 然后那个 养卖呆那边 一有优势 就在那边叫唤 我看见那个 三千八被A了 下面的人 都感觉要吃人了 拍桌子了 我不知道 他们喊什么 其实他们也没什么优势 就三千八不被AA 他们就算抓我几次 也是个碾压局 那局 这次是天灾的一个主动开悟 呃 对了 但是这一波天灾 有一个关键装 叫做BKB 还有一个关键装 叫做A杖 这个A杖出的 他前几个装备 说实话 出的都挺好的 是真的不错 但是这一个A杖 我就感觉 有一点点莫名其妙了 因为他是一个 Carry的剑胜 这一局 他这个剑胜的定位 应该是个一号位 一号位的剑胜 我们都知道 是不出A杖的 A杖剑胜 只有 只有 只有三四号位的剑胜会出 一号位的剑胜不出A杖 其实他这个A杖换成是一个 强袭 引刀强袭 我换成一个BKB 我都觉得不错 他这盘出BKB是 真可以出的 他这盘走无理 就是正确的 他这个A杖换成BKB好多了 好像就把输出将给队友了 对 A杖他出一张16级三级大 减CD的作用 基本上可以忽略 因为现在没什么小规模 对吧 基本上就只有一个作用 就是打团多砍那几刀 但是同样的价钱 你买一个BKB 你可以多砍出更多刀 而且 现在来说 他开BKB还是比较安全的 将是补出一个先锋盾 小鱼人更新一个极限球 这边找到小鱼找到大鱼 大鱼很有危险 大鱼一死 外塔要割 我们看到这边不想割 想强打 第一目标 坚胜选择的是丽娜 斩死丽娜之后 开始斩其他人 但是A杖大 并没有什么效果 这个位置感觉 BKB的军团立了一个大功 好像是把毒龙给决斗死了 残局小鱼挂树上了 挂树上很关键 VSE把锤 这边白牛再冲过来 买活冲 小鱼人跳出来 先生开启警灯 这天生砍不过大骷髅 嗯 砍不过 有时那种 现在版本的主流出场的话 就把大骷髅直接砍死了 先生是顶住大骷髅的普通攻击 转死了一个 但是形成一个一换一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出来 因为天佳团战已经不好打了 其实这一波天佳打得还不错 但是已经慢慢开始不好打了 Cell一下 大鱼虽然是先死了 但是 但是 白牛是买活的 白牛是买活的 而且 说呢 哎 这把你别说 这毒龙还真 我还真有点被打脸了 这毒龙打团 是有点打不出效果来 主要是对面这个物理输出来是可以的 依靠云的点灯 嗯 我觉得主要是他们推急了 他们把毒龙节奏给推没了 毒龙这个英雄不能急了推 他一定要 拿到关键装在推 这波瞎了 这波瞎了 他19分钟那波上高可以说把毒龙节奏给打乱了 毒龙这个英雄他 这局前15分钟就自己的节奏是完美的 但是他跟团之后做了几次不该有的推进 那几波推进挺伤的 不然毒龙出一个装备推一波 出一个装备推一波 应该是个节奏 因为这局大鱼不菲小鱼不菲 节奏应该按毒龙的来 毒龙最菲按照毒龙的来 毒龙更新一个BKB推一波 或者更新一个A杖推一波 这个节奏是最好的 剑胜A杖之后 这一波刚才那一波发挥不错 虽然装备出的我个人感觉一般 但是发挥的不错 所以说他现在身上还有3000块 你看他下面跟什么 是你跟什么 你说我是剑胜吗 对 输出装 A杖 那个炫货 灵性 怎么了 你说 垂家A杖的那个斩效果 对 打团输出还是可以的 对而且打团的时候 他应该能触发到毒龙那个皮 对吧 僵尸的小僵尸 这些都是触发大电锤的 而且他这个装备 就是怎么说呢 要攻速 攻速 攻速还可以 反正感觉 漩涡应该是最好的 真出了漩涡 很稳 对出了漩涡 那这样来看的话 他这出装还可以 除了A杖出的不是特别好 他这个A杖如果换成BKB的话 现在假如说是一个引刀 BKB加漩涡 那我觉得其实更好 这波 看一下双方装备 毒龙的A杖也好了 但是毒龙装飞现在已经有点慢了 诶 找到剑兽了 剑兽一起开转 反应很快 这个踩 踩到关键性的四个后排 特别特别关键 毒龙直接被秒 剑兽A杖大 大骷髅有输出 第一条命先倒 墓碑再倒 大骷髅站起来 要被轮 EV4 EV5 这波天灾完美团 零换舞 大鱼人 这个踩 踩到关键性的人 是这样的 这盘毒龙 一个是 我认为 我要打这个毒龙 我前期 你如果给我一个这样的开局 我不可能把这个毒龙打废掉 我认为 我不会出A仗 A仗有点 太小看对面了 我会出赤红甲和 天堂这种装备 就是这种装 他出赤红甲就很肉了 对面基本都是物理盒 对 这把毒龙出赤红甲特别好 哎 要赚钱了 赚钱了吗 哎 但 这把毒龙肯定不出套的 一会儿这大鱼人的个装备 卧槽 两刀一个什么事 这把 MVP毫无疑问是剑胜的 剑胜的把引刀出得太亮了 大鱼人的跳踩呢 只能说是中规中矩 算是表现优秀 但是剑胜这个引刀 算是拯救了天才的局势吧 没有剑胜这把引刀感觉 19分钟那拨团不好接 对吧 引刀让他拖住 再有一下 就是小鱼人很穷 我跟你说 这把毒龙如果早一点 他是 就是按照团队 按照他的节奏走 他出了什么 出个赤红甲推一波 对吧 打赢了 更新个 再更新个西瓦 这个毒龙打不死 就掉了 赤红甲天堂西瓦 赤红甲天堂西瓦 无敌 对吧 是无敌 无敌 他假如说30分钟 我就不说30分钟 他40分钟 因为他现在死了很多次 赤红甲这个装备 对吧 他这个A帐表处 先搞个赤红甲 然后打团 赢了 再出个天堂 再出个西瓦 这个毒龙真的 太强了 打对面这个阵容 顽客 西瓦 西瓦特别好 对吧 打对面这个阵容 西瓦特别好 建成大殿 左膀右臂 这也是双BKB 但是我感觉这骷髅王降不住 这骷髅王大殿出的不好 这把骷髅王强棋优先级高于大殿 我跟你说这把 敬畏很好赢 怎么赢呢 毒龙 出赤红甲加西瓦 骷髅王出强袭 不用爆输出 只要站住就行了 对 这把小鱼人很关键啊 跟他能不能扛起来 小鱼人 这个英雄前几波团 我就没感觉到他的存在 我感觉他好滑 小鱼人刷的挺多的 他是好穷 军团强袭 大约一天 三千块 对 为什么 因为现在很密码 嗯 天才现在很主动 带盾 带强袭 军团强袭的话 强袭是完全压制 这大骷髅站不住的 先手掉都可以直接秒 很快就死了 反正这种近战跟近战的对拼 我始终认为强袭是一个 很关键的道具 对 刚正面 这个大骷髅现在是 副十五点甲 两刀 好吧 就是两刀 对 这个骷髅王就是两刀 这波团感觉 哎 这波大鱼有点 有点不太合适 说实话 这样子的话 毒龙一仗是比较容易发挥的 这波冲 冲四塔有点过分了 毒龙点死了军团 但是毒龙有买 看一下毒龙买活之后 大骷髅切掉VS 白牛被四塔再打 大鱼人复活之后 毒龙没买吗 毒龙为什么不买啊 买了 买晚了 大毒标丢出来 能不能带走件事很关键 带走了 这一波大骷髅完美的 呃不不 大鱼人完美的承担了一个 叫做 最佳第六人的角色 团灭发动机 对的 团灭发动机 这波叫做妥妥的推高节奏 这一波大骷髅起来了 下一波大骷髅强袭了 这波我真的想不出来 这个大骷髅 呃不 这个大鱼人简直就是炮神附体 卧槽 一旦自己有了优势 一定要去装一波逼 停都停不下来 这波团我跟你说 这个大鱼人不去这样冲 我真的想不出来任何一个角度 天灾会输 没 还没 你只要 只要天灾意识到这个局势的 这个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其实他们打团 现在还不列 好吧 我只能这么说 他们现在打团还不列 不能说 有多大优势吧 但是天灾现在打团至少不列 大骷髅更完强袭 就是你觉得更什么好 大晕啊 大晕 那我觉得大骷髅 基本上 就是这个出装路线 就是标准出装路线吧 但这局我不得不说 他强袭应该又于大电锤 先出强袭比先出大电锤好 这局要优先出强袭 因为对面跟他刚的人太多了 而且这局西瓦特别好 如果真的毒龙早点出了西瓦的话 很厉害的 现在出西瓦有点晚了 早点出西瓦 这个剑胜 这个军团 这个大鱼人 全部打不出什么输出 减40点攻速啊 这个大骷髅不好处理了 感觉 大鱼人补了个推推 大骷髅慢慢起来了 这个一个小口 虽然说他这局前期打得 有点烂 但是 这个选手中后期的处理 是可以的 我看过他很多比赛了 哎呦 我的外卖怎么还不来啊 我醉了 9点了 好饿 亏款 商家忙碌 我靠 还有这种故事 好赖皮啊 这种外卖 好饿 哎 就是因为有那个大乱斗 大乱斗 没有 看吧 我今天 我今天有点事 可能打完要下了 啊 大家等一下 点花呗 下减格是吧 刷新球吗 呃 他现在BKB大电锤 引刀一转是吧 还有一个格子对吧 没有BKB 哦 没有BKB 应该就是刷新球 虎爹 虎爹 BKB 虎爹BKB 虎爹 不过感觉他还是挺脆的 干且炒蛋来一个吧 虎爹BKB就可以了 他虎爹 你大火僵士正在靠近 这波如果打赢了 独龙 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了绿杖 啊 天灾现在打团不虚的 进位刚刚那波团战士 侥幸用四塔打赢了 这波很关键 小鱼 有冰眼 诶 独龙被秒 但是独龙绿杖 这个绿杖很关键 小鱼被决斗 能不能拿一口小鱼 哪一口小鱼 小鱼没开出大 直接死了 这波BKB起脸 相当之强势 大骷髅在脑 大骷髅一个人 顶住三个壮汉 有点顶不住 顶死一个 还有两个 大骷髅第二条命 站起来 有点想吃人 就一手独龙 VS一个换 这个时候独龙 想风筝VS 风筝他做到了 小鱼人买活 切后排 这波小鱼人买活 至关重要 刚才身上2000块 选择了一波买活 剑胜刚大骷髅刚死了 这边挂树上了 挂树上了 很关键的一个挂树上 给了大毒标 没什么用 这波打成一个 天灾的大转 剑胜6500 小鱼还是买的 买活死 这波打完之后 敬略有点不好打了 这小鱼打得不太好 他不挂树上的话 应该不至于这么惨 大鱼人更新了的天堂 这波VP反应好快 是的 毫不犹豫直接开队账 看见哥 如果再能指挥一下的话 这个选手就完美了 看见哥 估计把VP承担一个指挥角色 我感觉就不适合就吃了 是的 这个VP如果指挥 按照自己的节奏来 这局 他这个点发挥出来 就很重要了 因为前期小鱼 跟骷髅王都不肥 就他肥 要按照自己节奏来打 所以说 头太这个游戏 中后期谁肥 听谁的很重要 就是谁肥 让这个肥的人最舒服 这是最重要的 蝴蝶 蝴蝶 我这个剑胜的出装 后两件跟我思路完全一样 应该是听直播的 他最后一件点金换成BKB 这个剑胜 好吧 挡不住 无情 他那个骷髅王都随便上 是的 开个BKB 有个强席 我都不说有没有点灯了 就光VS这个光环 加上这个强席 VS再吼一下 这剑胜 砍谁都随便砍 还有白牛的忌平 这几点 出的特别好 剑胜这个英雄 晕锤不要着急出 基本中央都堆 堆的多一点 再出晕锤 尤其是打这种硬仗 大骷髅跟了个晕锤 对 这局的三个点金挺关键的 我当时为什么说剑胜 正常情况下相位点金是不推荐的 但是这局蛮适合的 就是因为这局他前面接不了团 出个点金挺好的 这边又是一波团战 我们看到大骷髅选择先手 想秒剑胜 剑胜没有BKB VS换了一手 剑胜先开转还是先稳一手 大鱼人开启 BKB要被骷髅王砍死 给了一个天堂 找到了小鱼 剑胜 It's your time now 这个剑胜冲上去斩 大电锤输出很爆 很爆 剑胜很爆炸 这个输出一个斩 感觉斩死了一万个 回头 瞬间砍死大骷髅 这波团战打完 可以击了 再也没有翻盘的机会了 这波有点all in的意思了 进来 进来 可以吗 是 7 呃 小狗鱼压应该压的不是天灾 小狗鱼压的是那个看剑胜哥 是吧 随便一 什么大场面的结果 达神开的庄最多赔12000都试过 有一局一赔7的 有一个人好像压了 就总共加起来压了好多 i93真的不是非达神啊 就一开始你们开庄都是 对称的开 对吧然后从达神开始就 对了 因为庄家怎么说呢顶住压力嘛 当然你也可以来开庄 我 我要求很简单 就是0.7的赔率 你想开你可以开 我个让你看 0.7以上 这局 禁卫输在这么几个点上啊 第一 小鱼人 小鱼这个点打得不好 小鱼人操作不好 第二 节奏没有按照最肥的毒龙来 这两点 主要原因嘛 都可以 谢谢观看